诸位同学大家好 请先开十三夜道经 第十二面 道书第四 立非凡心 二心事故 偿妇财宝 无能轻度 妻家直顺 母继妻子 无有能以御心事真 佛在这个经上 教导我们 为我们开始 将十善业 乐实在菩萨行里面 六波罗密 六波罗密 不实是广说 说得很详细 后面呢 这个五种啊 就是略说 广义我们懂得了 佛一六说了 我们也能够通达明了 比照啊 这个前面一段的广义 这就是所谓举业反散 希望呢 我们能够 把这个善行呢 落实 落实在生活当中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待人节目 这一段呢 讲的是不邪淫 前面讲过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落实在布施 布施 必定是得财宝 所以每一句里面 都有偿付财宝 无能倾斗 这个是四十 这个世间人所谓是真理 修音必定有果报 果报 你想离 离不开 果报一定是随着你的 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我们要求财宝 不是求不到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求有求的道理 一定是以 这个十善业 去修 布施不乐 修这三种事 那么这是 那么这是 利 人人 人人都正持 活顺 这个顺是活顺 家和万事行 那么家庭的美满 是要修善行 是要修善行才能够干的 如果 这个行为不善 纵然 你能够得财宝 可是你家里面 还是不是很美满 母及妻子 就是家庭里面的女众 外面人 跟他接触的时候 都是以尊敬性 敬爱之心 绝对没有 这个盈喻的 这种念头 来看待他 那么由此可知 什么样的因 改什么样的果报 夜莺古报 丝毫不爽 我们要想家庭活顺 一定要断物修善 才能做得到 那么今天 这个社会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家庭 能力道德 毁坏了 什么人毁坏了 我们度了佛经之后 就想得 不是别人毁坏的 是自己造作恶行毁坏的 我们自己 有坚贪的心 所以 你的财富 才有人 动你的脑筋 侵犯你 侵犯你 得取你的 是我们自己有 坚贪的心 没有放下了 这个杀身 有杀害众生的心 才会 得这种果报 我们 常存着 要占别人便宜的心 这是道性 所以 所以我们 得的东西 也由别人 常常会 大注意 我们 我们对于 女士 有盈喻之心 家里面的 女君 也会 招 许许多多 这些是非 你的家 怎么能够平安 如何能得到 和睦 所以 细看 佛经 就晓得 今天的家庭问题 社会问题 这个 儿女 青少年的问题 为什么会 这么严重 回过头来想想 我们自己 没有修饰善意 社会大众 也把这个 疏惑了 念佛 天天念 阿弥陀佛 还是免不了灾难 不识 阿弥陀佛 不理 阿弥陀佛 教我们 从孝亲 尊师 慈心 菩萨 修食 善业 做起 我们做了没有 这是夜阴 古报 佛 菩萨 专不了 一定要知道 这叫自作 自受 佛 菩萨 对我们 这是教学 教导 是给我们 做真上远 我们自己 听了 佛 菩萨 的教诲 要能信 能解 能行 你就得到 果报 得果报 是正了 你就正的了 希望我们的同修 过去 我们的思想行为 不正 那已经是过去了 不必再提了 应当忏悔 怎么个忏悔 罚呢 我过去就这个问题 曾经请教过张家大使 是不是要拜 吉布参呢 祈求佛 菩萨 原谅呢 张家大使 摇头 不是这样的 那我问他 怎么忏悔 真正忏悔 真正忏悔 是改往修来 改过自新的 知道这个是错了 把错误的改掉 从今天起 我不再犯这个错误了 这叫真忏悔 真正的善知识 他们明理 重识智 而不重行事 那行事有什么作用呢 大使也跟我说的很明白 行事 就跟唱戏一样 是做给别人看 希望社会大众 看的这个行事 能生忏悔心 是这个意思 我们才明了了 佛家所有的仪归 是演戏 那是什么呢 接引众生 是属于四学法 自己修行 不再行事 是在内心里头 真正觉悟 内心不觉悟 不回头 行事做得再好看 没有用处 无济于四 转不了业报 所以从内心里面 要发愿 做一个好人 什么是好人呢 具足 实善业的 这个人是好人 善人 如果心里头 念念 还是搞失误 对待一切众生 还有怨恨的意思 还有伤害的念头 你不善了 你不善了 还想占别人的便宜 这道心 你不善了 还有盈月的念头 起来 你不善了 你要想得好古报 那到哪里去得到 不但是六道 设法界都没有例外的 夜阴果报 都是自己造主 自己去承受 你造善业 必定得善果 经上所讲的是 好的果报 你一定得到 你造作不善 不善了 这个经上 虽然没有说 后面呢 偶一大思 戒药里面 付说食物的果 食物 食善反过来 就是食物 我们自己 能够想象得到的 可是 偶一大思 还是很慈悲 明显的 给我们提醒 底下一端 利虚妄语 二心 食故 长付财宝 无能 清度 这个食 总说 虚狂语 就是不妄语 利虚狂语 不妄语 以真诚心 出师待人久 诚实 古今中卫 真的是 不分国土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 都赞叹 都欢喜 那么他的别报 底下 这个四句 利虚众语谤 摄持 正法 如其事愿 所作 避苦 妄语 念识 是佛法里面的大戒 我过去跟李老师多年 李老师常常警惕我们 古今多少修行人 修集的功德不能成就 为什么呢 从这个妄语念石里头漏实了 烦恼 在佛经里头也称为叫有漏 把你的功德发财漏掉了 你所修的功德不见了 就漏掉了 漏洞很多啊 妄语念石的漏洞最大 念石是挑拨是非 你常常不以真诚心待人 你说的话没人相信 一定会遭受别人的议论诽谤 你能够真诚 不忘语 二心不失 你的古包 是立重毁谤 没有人能毁谤你 在我们佛门当中 得到广大群众赞叹 而没有毁谤的 近百年当中 大概只有一位 阴光发死 没有听别人对他有毁谤的 其余大德 都不能够避免 这一生修得再好 过去生中造的业 越是有这个古包 我们自己越要警惕 回报来的时候 这个过去的物业 爆掉了 别人毁谤我 我们决定不可以毁谤人 我们仗到此地极了 别人侮辱我 我们决定不能动 报复的念头 侮辱也好 陷害也好 逆来顺受 知道这是过去生中 或者是未有学佛之前 或者是学了佛之后 还不明道理 造作许许多多的悟业 应该感受的过报 哪有造悟业 不是悟报的道理 造卧业也没有悟报 那你修善也没有善果 业应果报 丝毫不少 所以不可以妄语 老老实实 去修善 修不实 你就能力中毁谤 摄持正法 因而有信 你才能够摄受 这个摄受是自己 吃是饱吃 古圣先贤的教诲 就是你能信 你能解 你能信 这就是摄持 正法 狭义的佛菩萨的教诲 这个最自小的 就是佛在本经上教导的 这是正法 广义的说 事出是今一切 圣贤的教诲 决定 与佛的法音 相应 佛的什么法音 诸物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这十二个字 是祝福如来的 法音 能通 事出事间 一切 圣贤 我有一年 在台北 大专讲座 我开了一门 功课 廖凡思讯 也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 有一个法师 当然这个法师 但有一些法师 对于我非常不满意 有一天 我遇到一位法师 年龄比我大 出家也比我久 我把他看作一个长城 他把我叫到身边 把我吃着了一番 是 你在大专讲座里面 开阔 你讲佛法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讲外道的东西 我听了很奇怪 我说我没有讲外道东西 我是这样的佛法 这是了凡思讯 这不是佛经 我说你说的是这个事情 我说虽然不是佛经 但是他有佛法印印定 他半天面孔 很生气 什么法印 我说 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心胸就开阔了 不但了凡思讯 可以包容 所有一切宗教的经典 他里面所讲的 都是教人 诸窝莫作 忠善奉行 自尽其义 哪个宗教不是佛教 哪个经典不是佛经 这就对了 否则的话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传这四句话 心胸下小 常常想跟别人对劣 对敌 就造无量无边罪 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乱 人心为什么这么不安 就是因为对立吗 不能包容吗 天天喊和平 和平两个字 什么意思 不懂 我去查查字典 和平两个字怎么解法 我看了之后 对他的解释不满意 所以我提出我的解法 我姐用八个字 如果我们的心不平等 和睦就修想 决定不可能实现 你看看在佛法里面 这是佛在经上 给我们讲的太多太多了 佛是什么心呢 平等心 平等心是佛 六度心是神闻 我说明天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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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 太清楚了 平等 平等两个字 我们对于一切众生 没有高想 人心到平等了 看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都能用平等心 平等心是什么呢 利益妄想分别执着 就平等 有妄想分别执着 哪里来得平等啊 平等才能够 和睦相处啊 哪一个圣贤人 不教人 和睦相处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 这个道理 奢侈正法 如其事愿 苏族必顾 每个人 喜求的不一样 有人求 做福 有人求 人天富贵 又求别 没有求不得 只要你 认真 用真诚心 去修 十三业道 你就 有愿 别过 有愿 我 有愿 有愿